把握大使板块 侯旗片门购股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玛肯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7月27日8点15分 北京时间2021年7月27日20点1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指数虽涨恐慌飙升 这块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A股又再次暴跌 反弹特别没有劲 就是连横盘都没出现 直接又再次下跌 而且尾盘的时候是放量下跌 这波下跌呢 在昨天的早晨的时候 我当时跟大家说一个3482 就到这呢 我也挂单减仓了 结果呢 没有全部成交 只成交了三分之一 就直接又下来了 下来了呢 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看出来啊 已经有承接盘了 昨天的A股下跌 最主要的是外资啊 还是外资 大家可以看A50 外资的逃离 本来呢 认为应该是进美股来的 然后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 美股在昨天夜间 大家可以看就是A股瀑布式下跌 这不能叫什么下跌呢 就是断崖已经不能算了 大家可以看多像一个瀑布啊 我管它叫瀑布式下跌 我们可以看瀑布式下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这块是 美东时间2点56 2点56 也正好是北京时间的 下午2点56 最后5分钟 就是正好是A股啊 往下这个彻底的放弃抵抗的时候 美股呢 出现了一股呢 被A股带下来的 就是其实是被A股带下来的 那么这波下跌呢 当时呢 就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了 我是怎么A股能够把美股给带下来呢 一般的情况下 美股都带不下来 那么昨天呢 会不会是因为有什么 对中概股更加不利的动作 在抛售 后来呢 我们可以看啊 我特意给表上了一个铃 就是在6点钟啊 我起来看了一眼啊 看一下出现了这种一个短时WD往前走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从A股流出来的资金 不光是在这个A股网出流 而且呢 应当是在美股有提前调仓 黄股很有可能他们是集体挂单 开始继续抛售中概股 那么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说 我的中概股的阿里巴巴和这个百度 我现在是已经全部都止损出场了 因为它已经能够到了我这个成熟的最大极限 就是10% 基本上就我就不要它了 而且呢 关键是阿里啊 现在破掉了这个前一段一直在守着的 这个195这个关键位 现在已经破了 破了 先不要 等一等 再看它的这个有没有支撑位 那么对于A股呢 我认为呢 A股呢 现在呢 跌到这个位置呢 破了这个3400点啊 基本上周线的也就释放的差不多了 再往下呢 肯定有某些队伍可以接 我们呢 就可以看一看了 在3000 我当时跟大家说3482点那块 你没捡出来的 现在你再捡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咱们继续说这个美股啊 美股被A股带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是什么 就是不是说A股对美股一点影响都没有 这一点在哪可以看出来呢 昨天啊 大家都是一片欢歌笑语 是吧 因为昨天本来是有点小下跌吧 然后咔一二迅速的收涨了 开盘的时候本来是这样的 你开盘的时候你要看它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等收盘的时候呢 收涨了 但是我们注意看一个指标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啊 昨天的VIX 虽然也是一个高开低走往下走 就是随着这个股指上涨 它是跌下来的 但是股指上涨了 它可没有跌到前一天的这个下放 就是在这个周五的下放 它可没有 就是连周五的收盘价 它都没跌到 说明整个恐慌情绪啊 还是上升的 没有回到15以下 而是站在了这个17 而且17块5这个位置 就连16都没低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明整个恐慌情绪 现在是在上升的 我们要注意 现在是恐慌情绪在上升 虽然这个UVXY UVXY这个东西 它现在上升的不大 我跟大家说了 我说它跟踪的不是特别好 而且呢 这个 这个票出来之后啊 就是坑跌似的 我们可以看 昨天收盘 收盘收在这个28.04 但是今天开盘直接就一个高开 那么现在有人就说 是不是我先能追进去 你像这点距离啊 这种恐慌指数你追进去 它万一再向昨天之地拉升 又是一根这个小阴线下来 但是我们就也要看到 它也始终没有回到这个26或者27以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明整个恐慌情绪还是上升的 特别是这个UVXY这种跳空的高开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这种恐慌指数的上升啊 嗯 绝对不会是就是中概股 带出来的啊 跟中概股有没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来看88啊 88开盘 又再次往下跌 又再次往下跌 跌的而且比较深 我跟大家说了 昨天我是在192这个位置 是损的 那么今天呢 等于是避免了 起码避免了每股10块钱的损失 呃 这种恐慌情绪呢 会不会传染到其他票呢 那咱们现在不好说 因为呢 今天呢 还有几大巨头 要公布财报啊 特别是 今天这个日子 公布的是最多 分别是苹果 微软 谷歌 visa 和amd等 我只能用等了啊 因为这块太多了 今天呢 他们都要公布财报 昨天呢 我在这个直播当中啊 带着大家做了一个苹果的这个 跨时 宽跨啊 宽跨期权 也叫勒势期权的 呃 香港好像叫勒势 因为我看那个好多 香港的这个软件上的写的就是 勒 勒 勒 就是 悬崖勒马 那勒 啊 他们就叫勒势期权 我问了一个香港朋友 他说他们念勒 勒 勒势期权 然后呢 呃 现在呢 苹果一旦公布了 他的这个业界啊 应该 有一个 范围啊 我觉得苹果前一段打的价格呢 已经打进去了 price in不少了 应当不会有大的波动 就跟昨天特斯拉似的 这样呢 我们卖出的苹果期权呢 应该是每一手有 呃 70块钱左右的收益 啊 我觉得呢 这样的这个风暴比呢 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就两三天的工作嘛 而且呢 咱们预判呢 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啊 昨天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在直播当中强调的就是 呃 罗素 罗素啊 今天 大家可以看啊 非常不好 又往下跌了 罗素啊 必须得尽快的突破这个2225啊 必须得尽快的突破2000 像这个就冒一下尖 这都不行啊 这占住了2225以上 就像这个标普似的 突过这个4393之后 人得占住了 他现在一直没有突破 这一块呢 对于整个的市场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光凭着这几大巨头去拉这个指数啊 大家可以看啊 已经都拉成什么样了 啊 这块我觉得呢 有点拉不动了 一旦拉不动 我们前一段这个纳指的死差就这块往下跌 为什么他跌的不大呢 他跌3%多 这块是一个死差 如果他在这儿拉不动了 中小板也就是这个 罗素这种中小的盘股也上不来 那他这一块会再次出现死差 那是一个顶背离 日线顶背离 他得往往下调啊 至少得5%啊 至少得5%就得回踩这来了 那样的话呢 就比较避险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让大家说 盯准了罗素 如果罗素一个劲的往下处流 我们就得做一些止损 或者您想说 我现在仓库本身就三成 那您就甭止损了 那没有什么可止了 我们要注意罗素不能破 不能破2163这条线 那么就IWM那个ETF呢 就是213到216这个空间 因为他基本上对应的是往下 缩一个小数点 最好是赶紧的能够突破223块钱 那么对于这个指数来说呢 就是2225 最好是2230啊 就正好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现在就盯住了这块 呃 这两天呢 有朋友问说是这个板块轮动啊 比较快 您这块呢 各国也不好把握 那怎么去做做这块的板块轮动呢 那么现在的板块轮动呢 跟大家说啊 我先给大家列出了这几大板块的这个ETF 通信服务啊 也有叫也有翻译成通讯服务的啊 我这块都给大家把这个英文的给列出来了 因为我这翻译老受诟病啊 代码也有 您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行了 另外呢 就是非消费者必需品 消费者必需品 XLP 然后能源XLE 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看一下 如果您要是说是觉得有用的话 您先把这些板块都给记下来 那么这些板块记下来呢 就是说我实在选不好什么股票 那么您就直接买这种板块的ETF 我觉得就挺好 哎 比如说像有的朋友就很纠结 就说啊 我觉得周期股应当是买工业股 然后我又不知道这只股票到底属于材料啊 您想比如说像火神材料 它是属于工业股啊 还是属于这个材料股 那您怎么买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您就把这个 首先来说它能够查出来 它是属于归属于哪 如果您不愿意查 您说我在这两块比较纠结 您就买一部分工业的ETF 再买一部分这个材料的ETF 另外呢 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的这些东西 光给人家列在这儿 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的这些板块的轮动 出现什么趋势呢 这个跟大家说说 一个长期的向上趋势 现在是非消费者必需品 消费者必需品 比如像什么可口可乐啊 这不是非必需啊 必需品 就可口可乐啊 这些 然后还有就是医疗保健 房地产和科技 现在都成为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 这个长期 大家不能说是啊 我今天买了 明天我就得涨 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您买进去之后 它任何的下跌 都是你买入的机会 然后你就持有 基本上都是持续向上涨的 能源部门 能源的这个XLE 呈现出来的就不是了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短期下降 而长期上升的趋势 短期下降趋势呢 现在也就是说没有完 我们现在呢 短期你说做空它 我觉得呢 不太合适 因为长期向上了 但是短期任何的大幅下跌 我认为都是我们可以抄底的一个好机会 而这个公用事业板块 大家呢 一直不太看好 但是实际上啊 我要跟大家说 这公用事业板块和这个工业板块 这两个板块 现在有一个高度的相关性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做一个震荡 工业板块和这个 公用事业板块 特别奇怪 现在呢 是在一个展幅震荡的区间 我们拿这个工业板块为例啊 工业板块 虽然它也是前一段站到了这个多条均线之上 但是我们会发现 工业板块一直在一个120天线和50天均线的这个窄幅震荡 一旦到了50天平均线 它就会被压下来 那么我们呢 如果要是有人愿意说瞎倒筒啊 就是我就喜欢倒筒 我就每天我就交易 想过瘾 哎 过瘾的这种 我就觉得找找这样的 哎 ETF 我们来做一做 可以啊 就在到的 你差不多看到这个120天线附近了 你买进 然后突破了这个50天线 或者靠近50天线你就卖出 在这块呢 你做做这个震荡 也能有不少的收益 我们再来看这个公用世界 公用世界更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啊 这块你买进 然后到这块一旦突破了 突破了 你别觉着它是要上涨多少 我们就卖出 它如果要说是卖飞了 卖飞了就卖飞了 这样呢 正好是一个震荡的区间 我们可以做做这种区间的震荡 这块呢 是最近一段 大家呢 可以根据这个去操作一下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现在呢 静待美联储的集息会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